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來到這個時候,我覺得可以慢慢進入年度影片系列 打響頭炮,不如由大家應該都有興趣想知道的手袋篇開始 跟大家分享一下2022年我最常用的五個手袋 同場家營,實在太多人問了 究竟Hermes的Picotein好不好用呢? 我用的感受,我的用後感是什麼? 今天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袋很厲害,它由去年已經榜上有名 今年繼續纖聯在這個排行榜上 大家有沒有印象?這個背包 沒錯,我還在用它 從疫情之前我已經開始用,到現在三年 每個星期我都背著它入長洲 是沒有任何歲月的痕跡,救命 它真的除了這個牌子,這個位置有少許花 就是這一扎刮痕 除此之外,整個袋子是好像新的一樣的 它的邊邊位,我只是亂放在地上 我真是周圍劈的,沒有任何的痕跡 然後背著背部,怎樣跟不同的冬天衫 夏天衫去磨擦也好,沒有任何的毛粒 然後它淺粉紅色的地方,看到嗎? 是沒有任何的花,沒有一些很明顯的疊痕 它整個袋子好像跟三年前一樣 我嚴重懷疑它可以用到天方地老 它的容量真的超級多 而且它還有一個間隔 外面這裡有兩個很大的格 後面也有一個小格 上年也有跟大家說過它的容量 我就不詳細了 總之它今年依然都是我每個星期入長洲會背包的背包 是還沒有心要去換 我還是很滿意它,它非常輕巧 不算長洲了,我們說回市區 其中一個我比較常用的袋子就是它 想多年我是半價買它回來 這個,它的肩帶是長的 可以側背,可以斜背 然後整個好像麵包一樣,很可愛 圓圓圓圓圓圓,然後裡面的空間是無限大的 它的配色是比較配今年那些燕蜜色,米白色 而且它比較便宜回來 我是不怕吃的 穿牛仔褲,照用它它 它沒有任何染色 到現在它也是很新淨 但是我記得旁邊這裡 是有一點點披後 不是很嚴重或者很愛眼的 這個袋子為何會經常用呢 就是它的容量真的很棒 例如我要放一個小水瓶進去 絕對沒有問題 輕鬆了 然後我放我的電話進去 都沒有問題 然後就到我的卡住 然後我的鎖匙 然後一個搓手形 然後一支香水 再來我的唇膏 不如試試再加一個粉餅 沒有問題,是可以關掉的 你在旁邊看也不會覺得很瘋狂 沒有這個感覺 袋裡面兩邊都有間隔的 這裡有一個拉鍊位 然後另外這邊有兩個卡位 所以它是實用 樣子又不差 然後價錢又便宜 我是比它很高分的 到下一個袋子 它的種類 其實我是一般喜歡的 但是無可奈何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就是Toe Bag 我要拿文件 拿電腦 或者有時候拿相機 拿腳架 不想一抽二爛 想一個袋全部放進去的話 Toe Bag真的不宜之算 但是我不喜歡打長的Toe Bag 我已經矮了 再拿Toe Bag去到屁股的話 看起來更矮 所以我選Toe Bag 會選擇打橫的 例如今年最常用就是這個 真的很多時候出門 大家看到我 可能都是拿著這個袋 就是一個PR gift 今年應該是Chanel這支精華 我一次過收到 很開心 因為兩樣東西都覺得很實用 外面就沒有任何拉鍊 有一個小小的間隔 很喜歡它 因為我最討厭Toe Bag 一件東西就是它裡面太大 東西都放進去很難找 所以如果有些東西 我覺得是經常要用的 或者是很小顆 但是我覺得自己要拿出來的話 就會放在這個格 它這裡不小 它應該是可以這樣 直接放到我的Card Holder 還有很多位置 那就不用測試容量 一看就知道裡面可以藏到一隻chopper 這個Toe Bag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不想用 但是又經常用的感覺 今天這條影片是最常用 不是最喜歡的 所以它也是榜上有名的 剛剛Toe Bag經常用是為了它的功能 它不是那種會給我一拿起手就很開心的感覺 但是以下這個包包 它每次用我都還是很心動 很喜歡 又經常會看到它 它出場率也很高的 Celine 大家應該猜到的 是這個的 Mini Ava 真的一拿起手 我還是覺得它很可愛 很的色 很可愛 這個包包 除了外觀我喜歡之外 其實它也不差 它的實用性比我想像中是高的 因為我出家要用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拿進去 不需要去遷就 例如我的卡片套 一支唇膏 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就到紙巾 可以放半包 一包就有點蚊 然後就是我的鎖匙 最後呢 還可以放在我的AirPod 在這裡 放進去 然後呢 完全是可以關上拉鍊的 它不會說很...很擠 也不會說撐大了 這個包包 是沒問題的 拿這些東西我已經夠外出用的了 所以這個包包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外出幾個小時 吃過飯的話 絕對沒問題 還有呢 有一點點自戀的 因為我每次拿它外出的時候 每個看到的朋友都說一句 這個包包真的只有你才能拿到 是 我都承認一樣東西 就是我拿不到它們的普通的尺寸 這個包包呢 我背上身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多麼的合理 看不看得到啊 看上去不是那麼小的 它真的好像一個正常的包包 但是如果我拿它們普通的 看上去就會太大了 所以呢 多方面的情況下 它有拿到我要拿出去的東西 我就經常用 又很好搭 然後它看上去又很復古 唉...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包包 如果覺得剛才的Mini Ava 已經是小袋的話 錯了 今天第五個最常用的包包呢 更小 它是來自C by Chloe的一個超級無敵 迷你袋子 小的程度是小過我的臉 為什麼我會經常用到它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partner 是這個包包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這個包包是我的狗袋 平日跟chopper出街 都會用到它 的 我有一半以上的私人時間 出街是會拿著一隻狗 所以我會拿這個狗袋 而這個狗袋呢 它這邊 還有 這邊 都有一個超級大的拉鍊位 我自己出街所需的東西 全部都會放進去的 是沒有問題 放一把遮掩都可以 在這個時候 我應該是不用帶袋的 只有這個狗袋 但是我又貪美 我想整個造型是完整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想揹一個袋 還有這個袋會放一些 可能跟chopper不是接觸到的東西 因為chopper是在中間這裡的 可能出出入入的時候 它也會有時候在袋子 所以一些 例如化妝品類的東西 我怕它有點香味 它不太碰到的話 我就可以放在這個袋子 那究竟這個小袋子 它是這樣的 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應該比大家想像中 是可以放到更多 你不要以為它裡面 只能放到一個空間 那我自己可能會放一個粉餅 然後我們放一支唇膏進去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還有很多位置 我嘗試給大家看 它是可以放到我的卡住 完整放到 還有一個位置 雖然我不會帶出外 跟chopper出外 但是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應該這個香水 放下去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它的容量 是真的OK的 而且它是拍到 你看到我沒有賺爆它 我沒有強勁的 很好搭 然後可以把我本身放狗絲拉肌 拉上來 變成一個外出的人類肌 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是不是一個完全實用的袋子 應該不是的 但是呢 比大家想像中 可能會加一點點興趣 看完我這個分享之後 對嗎 以上這五個就是今年我最常用的袋子 去到最後呢 就順便說這個pickle tin 應該很多人都有興趣 究竟好不好用 它呢 是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實用的 本身呢 我是沒有想過要內袋的 因為覺得黑色應該 就不會那麼容易弄髒的了 但是我有朋友 又多了一個 它千叮萬燭 告訴我要用 如果我在裡面寫了一些橙汁啊 搓手液啊 香水的話 袋子就會玩完 那它既然給了一個我 我就因然接受 就放了下去了 其實用內袋 我自己覺得 跟不用呢 不是太大分別的 那除了就說 旁邊這裡有些間隔 不過我自己就很少把東西放在間隔那裡 它比我想像中的容量沒有那麼大 我們大家看到這個pickle tin 會覺得 哇 裡面好像有很多空間 任實下去了 又不會說有什麼間隔 然後這麼大個口 是不是 當然啦 如果我要放剛才這些 比較體積細的東西 是任擺的 你放很多都沒問題 但是呢 我拿這個袋 有時候看到它這麼大 那就可能想放一把傘 然後我試過放一把傘 它就會很容易 你下面放了一點東西 它就會這樣刺出來 如果我是把它的鎖 鎖頭鎖在這裡 的話呢 它這裡 就會是這樣 你要去找裡面的東西的話 它不是真的那麼好 而且這個袋 我自己覺得不實用的一個原因 就是 它 有點重量 接著之後呢 它又不可以上薄 你要這樣拿著 拿著的時候 這裡就會重 你的手又不可以放出來 也可以的 但是這裡就會一直這樣撐住 就是你問我是不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袋子 它還沒去到的 但是拿著我都覺得容易搭配 而我的高度153Lin Pecotein 18是剛剛好 如果你高過165Lin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Pecotein 22Lin 因為你夠高的話 拿著大袋子 看上去會大氣一點 這個袋子其實真的挺小的 真的比較嬌小的人拿 是有趣一點的 不是一個MAS 純粹是我用了一陣子之後的感覺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最常用的 2022年的五個手袋 亦都分享了這個Hermes Pecotein 一個用口感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接下來呢 究竟有什麼的年度系列 大家有什麼興趣想知道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有Category 我就可以慢慢參考一下 看看拍什麼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色是綠的就收藍的 逢色是日的就12點 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